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新剧是真的绝 伪装身份多次行骗,眼神令人毛骨悚然 临近年底,各大平台纷纷定荡官宣S家级别的新剧 可谓是群星级剧,一群演技神仙打仗 像是黄轩王一博的《风起洛阳》 这部改编自马博雍原著的古装悬疑大剧 其中的电影级别的质感,还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 令人摸不着头脑 悬疑题材类型的电视剧频出 各类明星纷纷下场是水着题材的电视剧 如今赵丽颖的新剧《谁是凶手》也开播上线 等了两集赵丽颖终于出现了 看完之后不得不感慨,赵丽颖的新剧是真的很 《谁是凶手》是迷雾剧场打造的网剧 虽然今年迷雾剧场的口碑因为八角亭迷雾和致命愿望暴跌 但是《谁是凶手》在扭转了大家对迷雾剧场的印象 赵丽颖、《笑央》和董子剑的联合出演 还未开播就直接先火了一波 剧情上的悬疑感和层层递进的细节 环环相扣的案件发生原因 再加上接连不穷的案件的发生 三位主角各自内心的事件 每个人身上都有谜团 这让观众追剧追上了瘾 赵丽颖在《谁是凶手》中饰演心理医生沈玉 在预告片中的《眼神杀》就已经激起了不少人内心的追剧欲望 她在剧中出场后也没有让广大网友们失望 将一个外表冷静但是内心极度腹黑的心理医生 而且是自我有着心理阴影的医生演绎的淋漓尽致 在剧中 赵丽颖饰演的沈玉伪装身份多次行骗 她会为了调查夏木 伪装自己的身份进入了论坛会 成功地骗过了夏木的心理医生 进而获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有用信息 也能孤身来到夏木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面不改色的自称是夏木的女朋友 套取自己需要的信息 在刺行骗脸上也没有丝毫的慌张感 很难让人相信沈玉那是在撒谎 这只是她为了获得信息的行骗手段 沈玉仁设上的心理疾病 在沈小冰拿着送给她的生日礼物的时候很是明显 眼神中的狠利 却又被她本身的极度冷静和克制压下 选择不动声色的样子 真的是几个流转之间 已经将人物的心理展现出来 为了躲避追踪 沈玉社局将夏木引到猪肉批发市场 这样来刺激夏木 在电梯里遇上沈玉的时候 她又很是惊讶地看着夏木身上的血迹 夏木很是错愕 紧接着沈玉的眼神又变成了近在掌握之中的沈氏 面对赵丽颖这种眼神转换 网友们纷纷为其点赞 直言眼神令人毛骨悚然 这个演技是真的很棒 十分老道的样子完全看不出 这是她第一步悬一剧 这样的赵丽颖是真的很 从谁是凶手播出以来 就受到的好评不断 这也是演员们和制作团队的共同努力 这么看来赵丽颖的新剧有望 像是2020年的隐秘的角落那般 一举成为国产悬疑居上的经典之作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